记者沈佩辽台北报道,民进党立委姚文制作举办鸡蛋大游航, 将现任市长柯文哲,高达22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现身相挺。 今天却爆出部分绿营议员在游航结束后, 随即出席令场柯文哲也在场的天上圣母万寿平安餐会,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成国还陪柯主捉敬酒,引发热议。 对此,绿营议员皆表示,身为地方议员,参加地方宗教盛事在平场不过, 柯文哲过去三年皆出席,同场还有其他党籍议员, 且黄成国卓是以木寨圣母公主委身份陪市长敬酒, 怕外界误过度解读民进党市议员阮昭雄昨因有其他行程, 指派助理代表出席。 他表示,木寨圣母公进香回家是地方盛事, 就算邀请市长参与也不用太惊讶, 自己态度是认为自然就好, 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成国申兼木寨圣母公主委, 昨天以主人的身份陪可人,也是礼貌。 市议员简书陪也说,这是木寨地区盛事, 无论是他或柯伦哲都是硬邀前往, 难道要跟妈祖说因为市长,所以不方便出席吗? 明明是为了妈祖才去,现在这样被连结成这样, 很不能理解。 简书陪坦言确实和柯同桌, 不过是基于尊重黄成国安排。 市议员王敏生表示, 同桌的还有国民党市议员丽耿贵方, 新党市议员陈彦博等人, 难道因为跟柯文哲同桌, 就要被贴标签吗? 他也说, 这是文山区难得的大型参会, 议员当然会把握机会跟选民互动, 况且柯文哲每年都出席, 若只有今年选举年才出现, 当然值得怀疑其背后动机, 既然是惯例, 就不需要太过度解读。